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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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现在走不开 谁有空去门口帮我接个人 我去吧 接到之后 直接带到我办公室 好 审视讯 马宝子 马宝子 来来来 马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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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抠一折 抠一折 先生 马宝子 快来快来 抠一折 马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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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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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沈士君 妈的 这折子 什么时候 跑到老娘脸上来了 别着急啊 玛璐姐 就在晚上 晚上 好了 平了 脱不了的狗皮膏药 甩也甩不利用 有一次我看到美凤姐 用胶布把脸上的皮拉平了 粘到耳朵后面 管不管用啊 只不过 这褶子是平了 两个眼睛就这样瞪大被吊着 想睡觉的时候都避不上呢 我倒要看一看 是哪个死丫头 在背后说老娘的坏话呀 老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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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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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娘 听我说 老娘 安静 听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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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都要死 听我说 听我说 这么好伤害了 李大哥 现在送进医院 说不定哥们能保得住 没有钱怎么去医院 就是 让我带出来 不是吧 老娘 老娘 有你们要钱的时间 他的命都会没有的 每次都是我给钱 每次都不给 这次不给钱 我们全都不走 全决不到 你们这些做办公室的 就知道替黑心的资本家说话 你们就是老板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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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工 我没有资格 替任何人说话 我只为我自己说话 说我该说的话 我知道各位工友 每天在车间里卖命 最烦的就是我们这些 坐在办公室里 指手画脚的人 虽然你们不喜欢我 可我却很喜欢去车间 因为那是工厂里面 最温暖的地方 我们在这个工厂里卖命 吃苦受累 不就是为了让家里人 吃饱穿暖 让孩子有学上 让老人能够安享天伦 让老婆少受点苦吗 所以更应该保住性命 没有命 什么都没有 你说的这些 都是废话 对啊 没有钱 怎么去医院的 你们这些 想办法 你这要死啊 谢谢 大家都凑一托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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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姐 谢谢 公友们 公友们凑一点呢 先救人 大家都凑一托吧 大家都凑一走 先救刘线要紧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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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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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教你怎么说呀 董事会给公主门写张解决 警察大编 他会亲自去安抚 好 这么说咱们就是虚惊一场 对了 你上次跟我介绍的那个人来了没有 来来来 今天就来 这个人是我的大学同学 聪明能干 关键是为人可靠 那那么好啊 那当然了 要是不好 我还能介绍给您啊 淑慧啊 今时不同往日 凡是呢都要讲个平衡 是是是 这近一个人呢 自然得出一个 反正都是你的人 你自己看了办吗 我要看了吧 我真在找你呢 这是要给你的 不知道合不合适 试试看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世君 曲科长好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帅啊 顾满镇啊 别瞅在这了 赶紧把那桌子收拾收拾 以后啊就给世君用啊 不用了 顾小姐 你自己来就可行 什么自己来啊 以后大家都是同事了 我替世君啊 先给你道个谢啊 世君 我带你见主任 来 谢谢你 好 好 用心得擦 今天要的就是个面子 明白 谁要是有半点差错 别怪我跟你没说清楚 行了 行了 你看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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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 谢谢 好了 现在我们下来了时间 大家快去忙吧 好 好 好 老张 您好 您 老李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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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呢 都是咱们家里的老人 以后有东西不能管 请管问咱们 还有小孽 你好 沈先生 以后需要帮忙的话 你一起换 死呀 沈先生也快觉得聪明你 我们谈你好意思啊 父同有无 父同有无了 好 师兄 这是你的办公桌 这没想到 顾满真手脚挺快的 笔和纸都领来了 那顾小姐 是不是也在这里上班了 在啊 这是她的办公桌 可是这个顾满真吧 平时高冷得很 不怎么跟咱们一块活动 你等我一下 我拿件外套 咱们吃饭 嗯 这一会儿吃饭 吃完饭呢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去哪里 这个地方叫百乐门 今天晚上百乐门选花魁 我拖了朋友 好不容易搞到两张票 我跟你说啊 这百乐门可不一样 顾小姐 我们要去吃饭 一起吧 不用了 还有好多事情要报 谢谢你啊 沈先生 别看了 走不来不及的喽 快点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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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开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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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让让 都给我盯好了 快点 快点 会长 少爷也来了 快点 站好了 站好了 怎么说的 什么是体面 回去叫他 少爷 把儿子替我看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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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今天石老爷来得这么早 菲娜 要不我帮你整理一下发型 我不要 住嘴 凡事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放心 我不会像有些人的 老了老了嘛 还要赖在这里不走 我心里有数的 你 我 慢了 你的亲 他不是说你的 不是说你的 我先告诉你 什么是将越老越拉的 我居然也冒场了 谁会长 来 石老爷 周经理 茶来了 慢着 会长今天撒得不舒服啊 平日的龙井 免了换成菊花香片 今天的酒啊 算了 你看我这眼睛怎么没看出来呢 马上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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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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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啊 别打了 别打了 你打我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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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 你说啥 你说她是你姐姐啊 你给我走 有多快走多快 慢了 慢了 你们这俩怎么回事啊 咱不是闹着玩的吗 非哪 乖 来 咱们先走 走啊 慢了 赶紧化化妆 准备一下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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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干什么 这地方是你来的吗 妈的 被菲娜这么一梗 又不平 怎么了 没见过打架 吓坏了吧 姐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凶了 这里是百乐门 每天都上演着你争我斗 五马长枪的 你多学一样本事 就少说一句求人的话 只有自己足够强大 才不会被人欺压 我说 你怎么来这里啊 我 我是来给你送薄荷糕的 你送什么薄荷糕给我 百乐门什么没有啊 没有我做的薄荷糕 嗯 很不错啊 天气这么冷 谁知道我心里面照得很 还非得要吃点凉的 把它压下去 现在的味道没有小时候那么诱人了 咱们偷吃那会儿 那个薄荷味 好几天都一股凉气呢 我都不记得了 妈妈刚蒸好的薄荷糕被我偷吃了 我怕她骂我 吓得直哭 你就说我没出息 然后跑去跟妈妈说是你偷吃的 结果换来了一顿打 后来我只要闻到薄荷味 就会想到你 我觉得那是你的味道 姐 我能帮您啊 我现在长大了 我能赚钱养家了 你答应我 这次花魁比赛结束后 不管是输是赢 都离开这儿不要再做巫女了 我们找个简单单的工作 清清白白地在太阳底下过生活 清清白白啊 你太天真了 这个太阳呢 是属于你的 早就跟我没关系了 她一出来 我就得要睡觉 我太阳太阳私心了 她怎么会疼啊 再去醉了 就是我和你生气 的表情 你到底是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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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输不起了 姐 没有谁一辈子都不走弯路的 你没有做什么亏心事 你为什么就不能放过自己呢 还是给那个小金给硬到了 我的扭口了 姐 慢着你干吗 我明开这儿 我早真心 不要做什么花魁 不要在法拉门了 我们回家 我要比赛 游戏 满路小姐 玫瑰玫瑰 最皱眉 玫瑰玫瑰 最眼里 长下开在指头上 玫瑰玫瑰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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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我来这儿啊 对啊 男人不来百勒门 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来过上海 难不成里没有神仙 里面啊都是神仙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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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你还急啊 姐 别那么好疯 什么意思啊 这个衣服一时半会儿缝不好的 注定你今天是拿不了花魁了 我看你还是放弃吧 放弃 我们一家四口上下 吃喝拉撒的你叫我放弃 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 说的好听点就是重量 说的难听点就是不负责任你知道吗 快点 能不能乱成这样了怎么缝啊缝不好的 你又玩这个啊 你又玩这个啊 我第一次来百勒门 你把我的旗袍给剪烂了 你都阻止不了我 你觉得你今天可以阻止我吗 反正你没有应付出来 我告诉你 我不会输的 我更不会输给那个菲娜 进入决赛的事 你起来 你转个圈给我看看 你把衣服脱了 姐 脱了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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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芬芳美丽满枝芽 有香有白 人人夯 让我来将你在下 送给别人家 茉莉花 呀茉莉花 顾小姐 顾小姐 您怎么会在这种地方出现 这种地方怎么了 你不是也在这儿吗 我 顾小姐 那么晚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我可以 我帮你找个黄帮车 顾小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露露啊 露露 没关系啊 我们不当花魁没关系 无所谓 无所谓 我们丢取下吧 郑主 你怎么穿着你姐姐的衣服呀 你 你这是要 恭喜曼露小姐成为今年的花魁尊主 真吗 大半夜不睡觉 就是等着听这个呢 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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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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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要钱吗 我这儿有钱 全给您 下个月发了工资 我就全给您 你怎么算了 有奶奶了 莫学当妈 从来都不要你的钱的呀 拿好了啊 我知道啊 你不是一直管姐姐要钱吗 以后别管姐姐要钱了 我现在工作了可以赚钱了 虽然赚得比较少 咱们家会过得比较紧吧 可是我们用着书心啊 珍珍 妈知道你是一个听话的好孩子 但是妈不能要你的钱的 告诉你啊 以后家里的事不要管 你跟你姐姐是不一样的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 妈妈的话你是懂的呀 你看看你啊 老大不小的 想想你自己呀 每天早出晚归上班下班的 那么重要吗 重要的是 你找个好人家嫁了 你又来了 妈妈 姐姐挣钱很不容易的 你根本就不知道 在那百勒门过的什么样的日子 她的钱你用得能安心吗 我不拿白不拿 你怎么不说这样的魂话呀 你跟你姐姐是不同的 她就是一个花魁的 不是 不是妈 不是妈 妈 她是我姐姐 她是你的女儿啊 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花魁 她今天是怎么拿到的 不管知道不知道 结局是好的就行了 她当上花魁了呀 你 你根本就不理解 你每天想的都是钱 你怎么拿到的 你要 恩 哥 祝되même 这是假的 真的 真的 在外面 能时天台 满路 满路 开门 曼洛 曼洛 你不跟会长去吃香喝辣 来这里跟我这个烧狐狸的卷子混什么混 慢走下去 咱俩谁跟谁啊 我当着正你这边 我呸 仲裁 别来这套了 菲娜不也是你介绍给老爷认识的吗 天地良心 这跟我一点关系没有 我就是一个跑腿的办事的 你别以为我好欺负的我告诉你 谁都可以在我头上拉尿 逼急了我告诉你 我就去会长面前 把你那些背着他干的那些好事 全都给抖出来 这怎么全装我来了 我现在就是跳起黄格也洗不清了 对吗 我就是想拍个马屁 还拍错了地方 勾摇吕洞宾不是好人心 你说谁是狗啊 你臭不要脸的 你不知道我的气还没有射出来 我的错 我 别生气 顾曼璐貌美如花又失 祝红财的发财指路明灯 曼璐小姐 你让我买的那个股票赚了 红利我都拿到了 回头就给你送过去 好 看看 心情不一样了吧 我刚才看见二妹了 越发水灵了 二妹 谁是你二妹 你不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的德性 赖他们想吃天鹅肉 我告诉你 你再打我二妹主意 看我怎么收拾你 你给我管 去 去 早 早上好 早上好 各位早上好 早上好 早 顾小姐 我 我好意思 对不起 我来吧 谢谢 举手之劳 中午有约吗 太好了 我有好多事情想要请教你 我们边吃边聊怎么样 厂子边的小饭馆 我觉得是个不错的选择 不必了 我一会儿会帮你熟悉一下 工作流程和情况 你放心 我会尽心尽力给你做好 交接工作的 交接 把我负责的工作交给你 师姐 交接工作 这个不着急 慢慢来吧 中午没什么事 咱们一会儿吃饭 顾小姐 我们一起去吧 我有份合同要找主任签 你们慢慢聊 中午那个饭馆 拿起 顾小姐 昨天都能 real 开 Arctic亮棵油面 四鲜白菜汤 再加一份大厂饭 谢谢啊 小的呢 师姐 咱们厂周边啊 就这么一家小餐馆 所以今天中午只能委屈一下 找什么呀 冰山石头人啊 顾板真 你这是什么说法 什么石头人 她好歹也是 冰山美人 这顾小姐 我觉得她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对工作室 对人也是 你才来几天啊 就这么替她说好话 这么一毛去人呀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我认识她 很久很久很久 你这就是司令指导 顾板真是个认司令的人 我劝你别招惹她 我是认真的 别忘了 南京还有一位石头小姐 那我都跟你说了几百次了 你 真是 对了 今天被你打了一个 差我都忘了问她了 顾板真 顾小姐说 说要把工作交给我 这是什么意思 出自瓦特朗啊 我去就不去 出自瓦特朗啊 快点 快点 我去吧 我去就不去 我去 总西桑 谁叫我呀 总西桑 谁叫 二妹 真是原配 你看 哪能了 车坏了 你是来找姐姐的吧 二妹 这是我的工作 二妹 来来来 我送你 你不是车子坏了吗 我说是这个车坏了 我要进弄它 你的车子开不进去的 不 二妹 那 我不开车 我陪你去 我说了不用了 你看看 二妹 你一个小姑娘 我不放心 现在外面坏人多 可恶吗 朱先生 朱先生 大先生 大先生在那等您呢 想的了 想的了 二小姐 你也赶紧快回去吧 老太太的哮喘病又犯了 太太让我去抓点药 我去抓药吧 你赶紧回去吧 一个小姑娘我不放心 现在外面坏人多 二 二妹 朱先生啊 朱先生 朱先生 没听到吗 现在外面坏人多 赶紧回去 朱先生 冬季流感症状 若有头痛 流涕 肌肉酸痛 食欲不振 一定要及时就医 外出回来 务必洗手 健康生活 生活健康 要吸息科学 救活救济 切记 切记 为了方便大家 本院特意制作了 冬季保健手册 还有预防感冒大的 999汤药 请诸位到药房走廊东头 去领取 记着 是冬季保健手册 还有 玉琴哥哥 真的是你啊 曼珍 怎么会是你 你让我们等得好苦啊 这 这话 从何说起啊 你忘了吗 我不相信你忘了 你为什么不来 你为什么不来找姐姐 曼珍 当时白纸黑字 你姐姐说她爱上了别人 我以为退出就是成全 当时为救快死了的弟弟 他才不得已而为之 你就这么放手了吗你 我也是多年后才知道 曼璐写信给我 是因为她已经去了摆了门 我也追悔墨西 痛恨自己 但我们终究回不去了 刚好这 刚好这 我已经死了 你还怕我溜走啊 谈谈也好 曼璐中就是我心里的 惦念和痛苦 我也想知道 她现在过得怎么样 这东西比日子还苦呢 曼珍 你还在生火气啊 我也没什么人 可以怪罪的了 只能怪你了 月情哥哥 你一向可爱好啊 家国不幸 国难当头 当年受到曼璐的信后 我就离开了故乡 四处血衣治病救人 只希望能做到无愧于心 你是无愧于别人 可就多多愧对于姐姐 好吧 不说这些沉重的事了 陆安一别 我觉得你倒是 越来越像个大姑娘了 我刚才如果不叫你 是不是都认不出我了 那倒不是 但是肯定会认错 我像姐姐吗 你奶奶跟姨娘身体还好吗 你还没回答我呢 我像姐姐吗 你还记得姐姐对不对 满路她 你还在乎她对不对 你是期望她过得好还是不好 我当然希望她过得 既然你知道她所遭受的痛苦 她怎么可能过得好 可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还能为曼璐 做些什么呢 做一个可试又一个可试 当时他们把她带走的时候 你不应该出现吗 满臣 我也恨自己 当时相信着她的话 而措施了实际救她 是 什么都改变不了 姐姐的命运更改变不了 满路的遭遇 我也很痛苦 你没有负责任 你不敢负责任 你救人 救天下 救苍生 你连姐姐一个人都救不了 你就是 我能费 对 我是个我能费 在我不知情的时候 就已经苟且投身了 如今我做得再多 也无法弥补她的不幸 这些年我办医院 开学堂 就是不愿有人 再像满路一样可怜 但我的努力 对她而言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你不许走 坐下 郁婷高高 我 我 我知道一切都过去了 不可能再挽回 但是我希望你跟她见一面 就当把之前的误会说开好吗 这样对她太残忍了 不 一直以来你就是她心里一个解不开的结 其实这么多年 你的名字在我们家就是一个亲戚 谁都不能提起半个字 但只有我心里最清楚 如果姐姐不把这个结解开 她一辈子都不会快乐的 我相信你心里也有这样的感受对吗 所以请你跟她见一面 把话说开了好吗 我当然可以见满路 可是满真 你觉得她会愿意见到我吗 你行医救人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心病才会更要命啊 以前 我们一家都是靠姐姐养活 她是无路可走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我工作了 我可以赚钱养家 我不能再让姐姐受这样的罪了 阿世 你别说了 姐姐特别可怜 她这辈子 就喜欢过你这么一个人 女情歌吗 好吧 露露啊 莲子羹 猜你也瞧太阳 又有什么事呢 那个 就是那个 朱先生那儿 是不是要打点一下 好歹啊 那个石会长面前 也有个替我们说话的人 我的事你别管好吗 是 你的事我哪儿管得了啊 我就是想跟你提醒一下 行了 只当我没说好了 莲子给你拿走了 我没跪下 又来大小姐的脾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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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赢了莲子羹啊 是罪补女人的 你现在岁数也不小了 你呀真的要补起来了 你呀真的要补起来了 要不然啊 你这张脸啊 还没看呢 你现在是巴不得我一辈子 当补女吗 你说这话有意思吧 干这一行也是没有办法 有谁能干一辈子 我巴不得你现在 马上抽身上岸 找个好人家嫁了 嫁人 我嫁人不是因为生活 更不是因为寂寞 如果真有一个 这么值得嫁的男人 我不管他是一个 穷光蛋也好 有没有身份 地位也好 我都不在乎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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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一天算一天吧 我也懒得想那么多 要不然我早就活不下去了 说什么活不活的呀 露露啊 露露 我和你奶奶还都在呢 这种话以后不要讲啊 不好讲的 那个时候 家里也是没有办法 这一家老小 还有弟弟妹妹 才迫不得已让你干了这个 我这心里一直觉得 自己是有罪的呀 可惜到了最后 你弟弟 还是没有熬过来 好在 真真已经长大成人 熬出头了 那你 你不想嫁人 那你妹妹也不嫁呀 你先嫌我丢你脸了是吗 你缺钱的时候 用我的脸面去还钱 现在没有脸面了 让我重量 让我嫁人 我嫁给谁去啊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露露啊 我真是好心劝劝你 算了我 我真 以后不说这事实了 妈妈 妈妈呀 我 那我要可送你两个之后 我天天看着你们姐妹 聊脸色过日子 我真烦死了 妈妈 不说了 姐姐 嗯 拿拿拿拿 我特意找给你的 我妈年纪大了喜欢唠叨 她再唠叨就把她带在耳楼上 就听不到了 这个东西啊 适合你带 我带着怪怪的 谁说的 我们两个还不是一个人吗 哪有 当然有 我今天遇到一个人 都把我当成是你了 谁这么不长眼啊 张玉瑾 魏瑾哥哥 你说他来干吗 姐 我今天遇见他了 不许再提他了 有些事情不提起 并不表示没有发生过 与其两个人都难受 不如见面把话讲清楚啊 你说什么 见面 对啊 我约了玉瑾哥哥 你们两个见面好好聊聊 你多管闲事 你嫌我还不够狼狈吗 我现在这个样子 拿什么去见他 姐 哎呀 你都想说 你去哪吻了 你去哪吻了 你去哪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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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哪吻啊 你去哪吻啊 又去哪吻啊 你去哪吻啊 你去哪吻啊 一天大碗被你们烦都烦死了 你出去了 你 你烦什么了 我好心跟你说说 让你这样好人家 怎么又烦了呢 老是发这种脾气 妈 以后不要跟姐姐说这样的话 姐姐就是嫁人也不能随便嫁 你刚刚说什么 什么叫做不能随随便便的嫁人啊 姐姐 你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说 你不能随随便便就找 你也嫌我 我要丢脸了 你现在长大了 马上开始谈婚论嫁了 我这个不清不楚的人 给你丢脸了 姐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现在生气 我等你气消了再跟你谈 反正郁瑾哥哥 我已经帮你约好了 不要多管我的闲事 你自己心里怎么想得 你自己最清楚了 这么多年你恨他不来 他现在来了 你又不敢去见他 我们都是你的亲人 我们很爱你 可是你呢 一盆一盆脏水往自己身上泼 你不能这样的 想不开放不下 看不透忘不掉 这就是你过不好的原因 我知道你不想这样过 我们一起努力呀 虽然玉瑾哥哥和你错过了 可是你们如果把话说清楚 还是一样可以 你要什么 回到从前 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你做梦吧 开口玉瑾哥哥 闭口玉瑾哥哥 他这么好你跟他过去啊 露露 露露 露露露露露露 露露都算了 都怎能推 你干大妹妹了 你岁数大了 你脾气也长了你 你初遥蒙了心了是不是 你们这是这是干什么呀 你 你还好意思讲 都是你 都是你害了露露 奶奶 这个时候你还要火上浇油啊 我当时为了什么 还不是为了顾家文艺的血脉 为了你的孙子嘛 我当时怎么办啊 我 我只能让露露 你应该记得很清楚 你应该记得很清楚 你儿子死得早 欠了一屁股债 家里穷得定倒下 我拿什么环啊 我拿什么环 我只能让露露去那个白了吗 好 现在 你们都怪我 这个房子里的女人都怪我 我又是最最最最坏的女人了 对吧 什么不啊 你才当晚在怨我 我也愧疚得很 我活着干什么 太没有意思了 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儿子 你怎么死得这么早 你不要拉我 不要活了啦 你 你们满意了吧 都满意了 如果你认识以前的我 也许你会原谅现在的我 在人生的路上 有一条路 每一个人飞走不可 那就是年轻时候的弯弱 不摔跟头 不碰壁 不碰我头破血流 怎能练出钢筋铁骨 怎能长大 时代的车 轰隆隆往前开 我们在各自的命运里 颠沛流离 对于今日的境遇 我们无法选择如何生 却要决定如何活 前面的世界 一定会有更加开阔的弹图吧 姐姐 拉紧我的手 我们一起走向光明的未来 小姐是去哪里了 这么着急 是不是来找答应我 别别别 你别别 你干什么呢 干什么呢 光天化日之下 欺负梁家美女 还有没有办法 看什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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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妹 等会儿 赶紧给我滚 再看见你们 小心你们的高脑袋 滚 二妹 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 来 来 来 起来吧 老钟这回给了你们多少钱 演着出戏啊 老把戏 没演艳我都看一样 二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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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 就陪二妹看看风景啊 真的谢谢你 朱先生 二妹 要是有一天 不叫我朱先生 叫我洪才就好了 二妹 以后我会一直记着今天的情形 二妹 其实你是知道我心思的 我知道二妹是一个喜欢清静之人 所以我也不便多余 我就陪二妹 看一看风景 二妹 二妹 你干吗 我去找姐姐 我陪你一起去 不用了 我知道曼玉在哪里 在 别这么近 男女受受不亲 二妹 我经常借送曼玉 她喜欢的地方 我是再熟悉不过了 走 上车 我送你去 来 来 来 司机呢 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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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时不知道去哪里了 二妹 这司机一时不知道去哪里了 那咱们 先聊一会儿吧 你要干什么 二妹 你放心 我不是那种粗俗之人 我对你不会有认可的步轨 我只是觉得 这么安静的地方 咱俩 难得坐下来聊聊天 你总得给我点时间吧 我没有时间 二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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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 有没有时间 那得看她 到底想你 有没有时间 我见到你的第一眼开始 我就喜欢你了 真的 我天天都想见到你 我吃饭 睡觉 走路 都想见到你 我天天在想你 二妹 你 你 二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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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了她 你再不放她 我砸你的车 姑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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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奶奶使不到 使不到 千万使不到 这可是石老爷的车 你砸碎了我吃不了 都是走啊 你还知道害怕 我告诉你 你再打我妹妹主义 我砸你的车 烧你的房子 废了你哥畜生 姑奶奶 别别别别 这开个玩笑 何必当真呢 这开个玩笑 玩笑 二妹 再见 再见 你滚 快 你看我怎么也收拾你中文财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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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怕 姐 你跑到哪儿去了 我好担心你 半战 这个世界上 只有你才会在乎 我有没有走丢 天地这么大 我都不知道我可以去哪里 我们回家 对不起 半战 我们回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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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滩十里洋场 到处都是传奇 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 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 似乎都听到她尸骨般的心跳 这万盏灯火的夜晚 提醒着 每个远离父辈庇护的人 心中那璀璨不灭的希望 好 哇 什么日子啊 你生日啊 吃这么好 别跟我装傻啊 我生日那天你不知道 哎 我们两个 就随便吃一吃 何必来这种地方浪费钱呢 来 挺好了啊 水师姐 人家扛麻包的苦力都知道 每到一个新的地方 你要懂得拜码头 这是规矩 放开 该打点打点 该请客请客 哪样都少不了 你把态度给我端正一下 好不好 拜码头这种事情 你最在行的 何必要拖我下水呀 少爷 平时就算了 这种事你也不管啊 我跟你说啊 一会儿我请的可是 咱们的顶头上司马主任 别打满啊 马主任 招呼不周 招呼不周啊 来来来 马主任好 您请坐 请坐 都是自家兄弟 用不到这么拘离 坐坐坐坐 来 师君坐 来 来 来 刚才您没来的时候啊 史君一直在跟我说 说谢谢您 给他这次机会 能来咱们公司学习场 你别客气 等我们熟了 你就知道 其实我这个人是很容易相处的 对 马主任嘛 特别平行近人 马主任 我近你 主任您别介意啊 史君这人啊 他 他 他实在 他的意思就是 一切就在不言中啊 我看是近在酒中了吧 来 来 这样 那个 师君啊 不太爱说话 这酒量呢也不太好 这样 我敬您三杯 第一杯 感谢您以前对我的照顾 再第二杯啊 我要带师君谢谢您 能给他这个机会 来咱们工厂上班 第三杯呢就是 我跟师君以后啊 都算是您的人 有什么事情尽快吩咐 小事 小事 马主任请 马主任请 玉巾 喝起来 喝起来的啊 李正姐 你刚刚说她是谁啊 嗨 李玉瑾 恒生银行的李公子啊 玉瑾 是是是 我是李玉瑾 我叫顾曼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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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里没有白看的 我来教你跳舞 可以 可以 今年免费 谢谢 你真是赔钱货 还丢了风度 真是不划算 去哪儿 我是男人 你以为我是弄他琳琳的那下孩子 是是是 你是男人 天天盯着那些 慢菜的剪些小便 是不是 男人啊 该花的钱 一个子也不能省 我才不这么堪 在我眼里 他们个个都是肥头大耳的 肯定是吃了东家再吃西家 你说得对 可是呢 你管他们吃哪餐 他要是吃不着你家的 明天走的就是你啊 少爷 走 什么意思 我给你交个点啊 因为我历见你来公司上班 所以啊 咱们办公室得走一个 走谁 走谁 走谁啊 走谁 老张 老李小子 你这都是小话头 我跟你说 都不是少库的头 我要是没猜错 八成是那个 冰山石头人 顾小姐 这 那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多早告诉你啊 好歹也在我来之前告诉我 那你还会来吗 少爷 不是这么说的 这是甚之不 不是男人所为 大丈夫 不能拘泥于小姐嘛 对不对 千万别忘了 我们上学那会儿 为了理想 为了报复 咱们是有个约定的 你不能因为这个事情 这 这 这 我 我不能白努力了 对不对 我费了这么大的劲 把你弄进公司来出生 再说了 人家曼珍啊 不见得在乎这份工作 女孩子嘛 到了年纪 家人生孩子 躺不住的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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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了 饭想不得了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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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